歌手总决赛来袭,腾格尔请来凤凰传奇,汪峰请来身为影帝的他。 说到这一季的歌手关注还是挺高的,原本刚刚开播的时候,洪涛导演还在感叹,这一季想请的一些歌手没有请到,看上去有些失落。 好在播出之后,热度还是挺高的。最大的惊喜应该就是作为歌手兼主持的张韶涵了。 不得不说当年张韶涵的歌曲也是风靡一时,不知为何渐渐都淡出的大家的视线。 这一次回归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。除此之外。 洪涛导演三顾茅庐终于请来了腾格尔老师,还有大家一直喜欢的花花华晨宇,还拿了两期的冠军可以看出其实力。 转眼间歌手2018赢来了97了,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总决赛的巅峰对决。 而最近网上也爆出了这一季的每一位选手的助阵嘉宾。 据说张韶涵请来了台湾著名歌手蔡健雅,看来是请了好朋友来助阵。 但是,华晨宇将来助阵嘉宾是靴之间,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。 一位适合标高音,一位适合走深情路线。 想必这次两位合作一定会带来非常精彩的改编作品。 不过这只是网传,还不知道最后晋级歌手有哪些。 据说腾戈尔老师的助阵嘉宾是凤凰传奇,这也很让人期待。 感觉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凤凰传奇两位的身影了,这次要是能够和腾戈尔老师一起到来一定会上演一场音乐的盛宴。 而汪峰请到的这位有点让人意外,他就是我们的影帝黄博。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请来了一位电影界的大咖,不过大家还是有点担心黄博会不会印象到汪峰。 但了解黄博的应该都不会觉得意外,因为当年黄博刚出道是以歌手的身份,曾当过过注唱歌手,只是后来这条道路不好走开始转型拍电影了。 看来汪峰请来还是花了心思了,想必是要拿总冠军。 作为这季歌手冠军常驻嘉宾杰师姐虽说还没有传出什么消息,但网上网友们纷纷喊话让她请梅梅来,要是梅梅来话,那真的是这一季最大的两点之一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,大家期待歌手的总决赛盛宴吗?